2024中华民国总统大选激励法委员选举13号进行投票 今天的天气相当晴朗 也让投票率来到7成2左右 最后开票结果 民进党推荐的总统与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·肖美琴 拿下4成选票 当选第16任中华民国总统以及副总统 国民党总统副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赵绍康 获得约33%选票 民众党总统副总统参选人何文哲·欣盈 得票率约27% 这也意味着民进党将连续执政至少12年 成为自1996年台湾开放总统直选以来 单英政党执政最久记录 过去2000年民进党陈水扁 2008年国民党马英九 都是执政8年后进入政党轮替 当选正副总统的赖清德·肖美琴 大约晚间8点30分现身 接受支持群众的欢呼 国民党正副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赵绍康 在晚间7点55分出现在竞选总部前 向支持者表达感谢之意 民进党政府总统参选人柯文哲·吴清盈 也在约晚间8点现身新装竞选总部 发表了这次竞选的感言 在部分区立委票选部分 也是由国民党、民进党与民众党三分天下 包括5%政党席次门槛 民进党与国民党约获得35%的选票 民众党只有20%的选票 将取得分配34席不分区立委席次的资格 可惜的是 上届的立院也有3席的时代力量 这次仅拿下2.5%的选票 区立委也没有取得席次 将在接下来4年的立法院缺席 区立委部分 虽然仍是民进党与国民党几乎包办所有席次 但加上不分须席次 两党都没有跨过57席过半的门槛 确定了未来4年国会没有政党取得过半席次 人间福报综合报道